核酸的成分分析,早在华盛西克里克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一般当我们在谈核酸的时候,通常是指它的聚合物状态 可以依照组成的成分分成两个类别,就是去核酸核酸 可以看到它的组成成分分成去核酸核酸DNA,核酸核酸RNA 不管是DNA还是RNA,这个聚合物的状态可以解读出它的组成的单元 称之为叫做核甘酸,核甘酸它的组成里面 如果我们把DNA跟RNA切割开来看的话 整个核甘酸当中都需要用到三个成分 这三个成分里面 很简单就可以区分出DNA跟RNA的核酸核酸 就是核酸核酸 因为名称上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叫去氧核酸核酸,一个叫核酸核酸 所以DNA所使用的五碳糖是去氧核酸 如果要用比较简单的成分区分,这样就已经分开了 另外有一个无机物的部分就比较单纯 就是两个都有用到,就是磷酸 磷酸根的部分 磷酸根的DNA跟RNA的核甘酸来说是数量的问题 最起码最起码要一个,最多可以到三个 比如说ATP ATP基本上就是一个三磷酸的核甘酸 所以ATP是核甘酸这件事情要记得 磷酸的数量决定它的化学性质 会有一些差异性,就这样 以前谈ATP的性质的时候有稍微提到 会跟能量的高低有关系 但是在DNA或RNA上面的时候 一般我们在讨论上大概都只是讨论一个磷酸根的那种 但是以种类来说大概没什么特别不同 就是两者都会用到 所以下一个会用到的是氧氮剪輯 一个复杂的氧氮环状化核部 然后氧氮剪輯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就是标零类跟密定类 这两个类别 分子结构好像偶尔还是有人喜欢玩这一个 所以留意一下 标零的话大约它的分子结构是一个五角形 再去并一个六角形 这样 所以两个圈圈 密定比较简单 大致的轮廓呢 会是一个六角形 那这样的一个环状架构里面 有穿杂了氮元素的存在 所以叫含氮的碱基 所以那个碱也有点凸显出 它有化学上碱性的这个意义在 那标零跟密定呢 在DNA跟脑岸内呢 各用了两种 其中有重复 DNA用的两个标零 分别是A跟G 线标零跟鸟标零 鸟分标零比较早 早先大概都比较普遍是翻译为鸟分标零 因为是从那个体验出来的 那密定的部分呢 有代号C跟T的这两种 然后C是包密定 然后T是胸腺密定 这些如果你当年就背过的话 现在应该都轻松了 所以也因为这四种含氮碱基的关系 组成DNA的核甘酸 总共有四种 就是那个含线标零的核甘酸 含鸟标零的核甘酸 含包密定的核甘酸 跟含雄线密定的核甘酸 好所以如果你只谈 含氮碱基的部分的话 含氮碱基确实是用来区分 四种DNA上面核甘酸的关键成分 这样看哈 可是这个只是含氮碱基 如果你现在要产生 可以用在DNA上面的核甘酸的话 那四种含氮碱基 四选一出来之后 然后还要再去跟去氧核糖结合 然后还要再搭磷酸 这样才是真正的核甘酸 所以这边核甘酸它是有点复杂 就是你先得把这三个成分结合起来 才只是个核甘酸 然后再拿核甘酸去做聚合 就是串联起来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去解决串联那个部分 那RNA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含氮碱糖它用了核糖 一样会用到磷酸根 然后它也有用到四种含氮碱基 其中有三种跟DNA是重复的 就是A G C 是重复的 那另外一个 只用在RNA 不用在DNA的 那就是 U 尿密定 所以在这当中很明显一定会不同的是 因为DNA是用无碳糖 然后去接像A或G或C或T 所以虽然其中三种含氮碱基是重复 可是当去氧核糖接着A 就不会跟核糖接A是一样的 那因为一个是去氧核糖 一个是核糖 所以虽然它们在含氮碱基上面 A G C 是重复 可是DNA或RNA的核甘酸 又不是只有含氮碱基 含氮碱基还要再去跟无碳糖结合在一起 所以核糖接A的结果 是不同于去氧核糖接A的 但是从这个地方也会凸显出 组成DNA的核甘酸 依含氮碱基的种类会有四种 那所以组成RNA的核甘酸 也因为HCU的关系也一样有四种 所以核酸的话 基本上总共以DNA跟RNA 最简单的情况之下 它们总共会用到八种核甘酸 就是左边这四种 再加上右边这四种 好所以这个是成分上面的这个差异 那核甘酸组成之后 一般来说核甘酸的核心是无碳糖 好然后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呢 如果我们拿碳当参考的话 如果拿碳原子当参考的话 那么一二三四五其中一号碳会去用来衔接 含氮碱基 然后五号碳的部分的话 会用来 连接核心酸根 所以这样整个就构成了核甘酸的简单的分子的结构 好 所以如果中间这个地方选择了去氧核糖 那它将来很有可能就会用在DNA上面 如果中间这个地方选择的是 如果选择的是去氧核糖 那它就用在DNA 它如果选择的是核糖 那就是用在LNA 好选择了去氧核糖之后 这个N这个地方就可以是HCT的选择 如果选择的是核糖的话 这地方就会是HCU的选择 好 那华生恩科医科所解读出来的双骨螺旋到底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这个用比较简单的架构来看 双骨螺旋的话 首先这个字面上的问题 双骨螺旋 所以有双骨 华生恩科医特认为 核甘酸由上往下串联 只能构成一个单骨 所以要形成DNA 必须要有平行的两个单骨 然后这个串联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把那个五炭糖的位置拿来借用一下的话 因为这个会很好用 好 这个芽顺时针之后呢 依序一二三四五 形成DNA的单骨的时候 或者是形成一个RNA的时候呢 这个单骨上面核甘酸接核甘酸 衔接的方式是前一个核甘酸 会利用它的三号碳 然后去接下一个核甘酸 五号碳的磷酸根 不是五号碳 好 所以前后两个核甘酸之间的间接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OK 如果你现在把所有核甘酸 都把一样的方位的话 那这样由上往下串联起来 以成分的顺序大概是这样子 你仔细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去氧核糖 去氧核糖透过磷酸根 去跟下一个去氧核糖接 然后再透过下一个磷酸根 再去跟去氧核糖接 OK 所以这样串起来之后呢 就只是一个单骨 好 那如果要形成酸骨的话呢 就还需要再串另外一串的核甘酸 好 所以右边这边呢 好 核甘酸 好 右边这边呢 我们再串一串的这个核甘酸 来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所以 右边这边的核甘酸 我们按五炭糖来当参考 这边呢 所有的五炭糖全部都颠倒过来 OK 方位是颠倒的 但接的时候 大原则还是不变 就是前一个核甘酸 要去接下一个核甘酸的时候 它是以三号碳这个位置 去接下一个核甘酸 五号碳的链酸根 所以前后两个核甘酸的见解位置 没有什么不同 好 所以接起来之后 同样的会出现这个五炭糖 就是去氧核甘酸 去氧核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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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去氧核甘酸 串联 就形成的两条基本的平行线条 OK吗 好 所以双骨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就是 我们需要先有两串 那个骨 好 基本上是 好 基本上是核甘酸裂的意思 那接下来有了这个平行双骨 华丹克认为 那个富安克林所得到的那张图 很有可能是一个螺旋状的梯子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图案 所以呢 他们先认定就是应该会有平行线 所以这个平行线呢 基本上就是由刚刚讲的 五炭糖链酸跟五炭糖链酸根 然后总共两串形成 那可是中间那个交叉 还有那个虚线点点 有没有 你去看了科幻克林那个图 中间那个交叉跟虚线的点点 他们认为 如果你去想像一个梯子 一个单纯平行的梯子的话呢 那个线条是直通通的 可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梯子呢 去做扭转 形成螺旋的话 那那个投射的部分 就是投射的这个影子的部分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 那个梯子中间横的这个地方 一格一格的 所形成的这种不连续的这个线条状 所以接下来下一步 当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两骨核肝酸链 然后去扭曲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因为这双骨呢 合理来说它应该要结合在一起 那一开始的时候 华山克雷克并不是把那个核肝酸 摆这个方向 所以两边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用无碳糖来看的话 原本两边无碳糖摆的方向是相同 就是养原子的这头都是朝上 可是后来他们再去 要去做扭曲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你现在去做扭曲的时候啊 两骨之间它的距离会有一点太宽 因为当时候已经有在想到一个 就是两骨之间在结合的时候 主要是仰赖亲贱 那你要形成亲贱的话 两骨之间必须要有适当的距离 那发现呢 如果你现在把两个核肝酸链摆相同的方位的话 你就算是扭曲这两骨之间的距离 好像不够接近 所以要形成亲贱会有困难 所以最后的想法是 如果你摆这样子没有办法的话 那试着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摆 看有没有可能 所以他们把另外一骨给反向之后 然后呢再去扭曲 发现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有机会让两骨之间的距离 在寒氮碱基这个地方 有机会靠近到可以形成亲贱的距离 所以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这个化学结构 这两骨他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然后相反的时候 那个中间梯子的部分 梯子的两根柱子 是由五碳糖跟磷酸根交错串起来的 所以这上面呢 转角的地方都是五碳糖 所以它是五碳糖磷酸根 五碳糖磷酸根 五碳糖磷酸根 然后梯子那个中间格子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由寒氮碱基配对所组成的 华森特克参考的查卡夫所得到的实验结果 他发现特定的生物身上DNA的ATGC的百分比 是透透一个规则性 就是A的百分比 组成的百分比 约略等于T的百分比 然后C的百分比呢 会大约等于G的百分比 我把他点到这边G 然后这边C 那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 A是标零 T是密定 G是标零 C是密定 好 所以在冠克林所得到的那个图里面 中间那个交叉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的那两条虚线的直径 看起来长度是差不多 所以对华生恩克雷克来说 他们认为这个会不会其实就反映在 当DNA的双骨之间要结合的时候 中间他们主要是利用寒淡解析的配对关系 结合在一起 而这个配对的关系怎么定呢 他认为查卡夫应该有找到答案 就是A 如果左边这一股上面出现A的话 那么右边这一股的寒淡解析 应该会是配T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相邻 同水平位置的核甘酸之间 会出现AT配 那万一左边这边出现的是G的话呢 那右边就会配个C 所以他认为查卡夫所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组成的特性 然后等到他去把它拆解了 然后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分比例上面的规则性 所以把查卡夫原则拿来右底下 认为DNA的双骨之间配对关系存在的AT配 GC配 所以你如果颠倒过来的话 左边是T 那没关系 右边就配A 那如果变成左边是C 而右边就配G 那寒淡减积之间会存在的轻间的结合 后来呢 还可以进一步详细算到 这个AT之间呢 应该有机会可以形成两个轻间 GC之间可以形成三个轻间 好 如果我们不画立体图子看平面的话 大致上双骨螺旋分子 这样就完成了 但其实如果你要讲得比较精准的话 应该是什么 DNA的双骨其实是反向 反向双骨螺旋 可以吗 这个螺旋我们现在在这个图面上 没有办法去呈现 为什么要螺旋 因为华生特例克他们有尝试过 是刚讲的 如果你现在就算把两骨给反向了 两骨之间的距离还是太宽 不太可能以轻间的方式合并在一起 所以呢 你要去把这两骨扭转 扭转之后可以让寒淡剪距的距离 逼近到可以形成轻间的位置 那个就是立体上面才能呈现 不是我们平面上看得出来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个华生特例克的解读出来架构里面 前面大家都比较是平面的 所以你可以参考406A这个地方 406A上面那张图 右边那个是利用那个电脑的模拟绘图 这个 今天我老师有没有在我玩过那个 就是化学地体结构有一些电脑的软体很好用 可以让你们看到那个用骨架的方式 或者是那种球的结合 原子的结合方式 其实那种有时候如果你 你发现有一些分子的结构 你很难去想象的时候 其实网路上找一找 其实都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图片 或者甚至是软体 可以让你去把那个化学结构把它想清楚 就是用模拟方式的方式 让你有比较具体想象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想象的空间 真的受到限制的话 这还蛮好用 DNA尤其好用 蛋白质就更好用 那所以如果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骨架方式来看的话呢 DNA的双骨螺旋 如果刚讲 你把它当成两个平行线条 平行线条的形成 主要是利用五碳痰跟磷酸根 所以扭短之后 后来我们可以比较精准的去计算一些相关的参数的问题 然后就发现这反向双骨螺旋分子当中 你这样扭转一圈 扭转一圈 它的长度大概是多少呢 有没有那些数据 还是记一下好的 虽然考这种答案 考这种问题也不见得真的很营养 不过你还是稍微记一下 那这样完整360度扭转一圈呢 大概是3.4个奈米 在这3.4个奈米扭转一圈当中 差不多是10对 大概是10对的减击对 就是那个格子大概10格 然后接下来 直径的这个部分的话 差不多是2个奈米 所以如果按照人类的基因组的估算的话 人类的基因组估算出来 应该有30几亿个减击对 有些写32 有些写33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 你看30亿个减击对 那每一对的长度大概是多少 10对是3.4个奈米 所以31个减击对来看的话 每一对的高度长度大概0.34个奈米 所以大家就可以约略估算一下 人类23对染色体的长长度 这样看好 所以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哦 还蛮长的 以一个细胞里面来说 要塞这么长的线条 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简单数字还是计量 虽然考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营养的部分 所以到这个地方 当华山恩克里克大致上已经把DNA的立体结构解读出来之后 整个开启了这个所谓的DNA时代 所以后来的这个研究里面呢 就开始在转向回到遗传本身来探讨 DNA到底怎么去展现遗传这个特质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同时在解答的问题是 有两种情况不是都会用到DNA 第一个当生殖的过程当中要用到DNA 因为DNA要复制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当DNA上面的基因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用到DNA 所以那个转度的时候也会用到DNA 所以整个DNA时代之后呢 很多的研究开始往这两个方向去着手 好 等下要谈的 这是先谈DNA的复制的部分 这边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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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再把那个在蛋15长期培养下的细菌呢 移出来 然后改放在蛋14的环境下 然后继续培养 然後它培養的時候有去抓那個細菌的四代 就是它讓那個蛋15下的細菌轉移到蛋14之後 培養一代之後它就停止 然後把那個已經完成細胞分裂的第一代細菌 然後把它終止生長之後 然後把細胞打破取出它們的DNA 然後用這樣類似的方法 再去培養出第二代的細菌 蛋14培養下的第二代的細菌 那也是一樣 在第二代這個完成的時候 就終止這個細菌繼續繁殖 然後把那個細菌打破 然後把那個DNA給取出來 這樣看 然後純粹就是以分析DNA為主 好 那分析的時候它用了一個當年很常用的一個技巧 就是利用離心的這個技術 好 所以呢 它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就取那個很單純是在蛋15培養下的這個細菌 然後把細菌打破之後 放在室管裡面去離心 那DNA有明顯它算分子量很大 所以如果你去做離心的話呢 DNA它會出現在離心管的某個位置 所以它現在就把DNA帶的細菌 蛋15培養下的這個細菌 然後呢 取那個適量 然後打破細胞 離心 然後發現能力 可以找到DNA沉澱的位置 假設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件事情老實說就這樣 因為沒比較什麼都不是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數據而已 然後 可是等到它把蛋15長期培養的細菌呢 然後挑一些 然後轉移到蛋14下去培養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讓它停在那個完成這個第一次分跌之後呢 停住 好 所以它現在呢 就有一批在蛋14養分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細菌 然後它一樣就把這一批細菌呢 就打碎 然後呢 再去做離心 好 所以結果呢 發現那個DNA變輕了 因為它在離心 我現在把室管橫著放 那你把它轉成那個垂齒的方向 離心的技術 基本上是這樣子 如果它沉澱的位置是在室管比較下層 就表示它比重比較重 OK 以DNA的情況來說的話 就是它的分子量會比較大 這樣OK 所以 蛋15培養下的這個DNA 看起來比較重 比重比較重 因為它沉澱的位置是在室管比較下面 可是對不對嘛 它把那個蛋15培養的細菌 轉移到蛋14去培養的時候 那個第一代的細菌 所呈現出來的DNA呢 它的比重會變輕的 因為它在室管裡面的位置呢 比較偏上漲 這樣OK 好 多畫個虛線參考 OK 然後接下來 繼續在蛋15培養到第二代 然後把第二代的細菌呢 一樣打破之後呢 去分析它的DNA 結果發現一個 更麻煩的問題來了 現在呢 總共有兩種分子量的DNA 其中一種 在第一代的時候出現過 在這裡 跟這個室管的水平 我也是剛才來比 這個的話 第一代出現過的那種DNA 還是有出現 但是呢 又多出現了一個 第零代跟第一代 都沒有出現的DNA 分子量更輕 所以現在總共有兩種不同分子量的DNA 這樣OK 所以如果這樣前後比對的話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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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的看法認為 那個最重的 那個最重的DNA 應該是因為 DNA的雙骨裡面 它那個雙骨都是用蛋15的 OK 所以它是純蛋15做的DNA 所以應該最重 這合理 那為什麼到第一代的時候 DNA變輕了 因為我把它從蛋15換到蛋14 對不對 所以 它如果完成第一次的細胞分裂的時候 那一次的細胞分裂 它就要複製DNA 而那個時候 我所提供的養分 只有蛋14的 所以那個時候 它用的養分是蛋14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會讓DNA變輕 OK DNA變輕了 對不對 所以它認為這個時候呢 很有可能 再把第一代第二代比較一下的話 那個第一代出現的這種DNA呢 很有可能是混著的 就是 含有部分蛋15 源自於最早的那個 我挑過來的那一批 在蛋15下的細菌的DNA 含有蛋15的 跟新環境下 只提供蛋14 兩份做出來的DNA 所以很有可能是混的DNA 然後接下來 那所以等到 培養到第二代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很有可能 總共會有兩種DNA 一種呢 是混著 蛋15 蛋14的 還會有一個更輕的吧 所以更輕的 你看 比這個中間的還要再輕 然後 甚至比那個 最早的那個 蛋15 蛋15 還要再更輕 所以 這種DNA 會不會是 純 蛋14做出來的DNA 所以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在這整個從第0代 第1代 第2代當中 總共會有三種分子量的DNA 純蛋15的 混合型的DNA 純蛋14的DNA 那現在的問題是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 說真的 這只是一個離心管當中 看到DNA沉澱在不同的層次 所以 真正的合理的解釋 就很重要 所以梅森森跟史泰爾 從這個當中呢 去設想 三種可能的複製方法 那這三種可能的複製方法裡面呢 第一個 他認為 有沒有可能是 全保留 然後 或者是 分散式保留 我們的再來就是半保留 其中全保留四負四是這樣 假設我一開始的時候 有用蛋15做出來的DNA 那因為全保留 所以 等到 第一代的時候 複製完成 有兩種DNA 一種是 仍然是 是由純蛋15所組成的 那另外一種呢 是用新的 因為蛋子刺環境的 蛋子刺的養分嘛 所以它是用新的 蛋子刺的養分做出來的DNA 這叫全保留 所以 原來還在做出一條新的 可是如果是全保留的話 這會有一個 很明顯 不符合 那個 第一代的實驗結果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全保留的話 是不是會有 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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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15的DNA 即 蛋14 蛋14的DNA 所以在第一代的時候 就應該要看到 兩種分子量的DNA 問題是 第一代的時候 只看到一種DNA 所以 一開始 這個 馬上 就可以幹掉了 因為你光鴻0到1的結果 就不符合 不符合 基本上就不用去考慮了 所以 下一個 可以值得考慮的 就是分戰式保留 分戰式保留 有點像這樣子 這個話會有點麻煩一點點 就是呢 這是圓埋的 蛋15下的DNA 然後 複製完成之後呢 假設我們把這個DNA 切割 135 246 激素段 跟藕素段 然後 現在呢 你現在把它 那個 有一種DNA是 它保留基素段 舊的 蛋15 然後 補上 藕素段 蛋14的材料 就是穿插 然後 這邊呢 保留了藕素段 所以它把基素段這個位置呢 補上 蛋14的材料 所以 一條DNA上面是這樣子 有一段是用蛋15的材料 另外一段是用蛋14的材料 然後再來就是蛋15、蛋14 另外一條呢 就蛋14、蛋15、蛋14、蛋15 OK 所以它把這個現象稱為分散式保留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只有一種DNA 而且變輕了 你看 它的組成裡面 混著蛋15、蛋14 對不對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真的只會出現一種DNA 然後呢 呃 分子量是變輕 所以 分散式保留有可能 可是 問題是在於 如果你讓它再繁殖到第二代呢 這一條要再複製一次 這一條要再複製一次 所以呢 它們兩個 各自再複製一次的結果 只會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 還是一種分子量的DNA 為什麼 因為你的DNA上面就是 永遠都是蛋15的蛋14 對不對 所以 你在讓它複製一次的時候呢 其實還是只有一種分子量的DNA 可是 到了第二代 明明就有兩種DNA 所以 這個 分散式保留也是一樣 你推到第二步驟的時候 就會發現 推不下去了 所以分散式保留 基本上 也是駁斥的 所以 最後才認為 半保留是最有可能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原版的樣子 完成第一次複製之後 半保留 所以呢 DNA的雙骨 拆成兩條單骨 各自補上新的蛋14的材料 OK 那你再繼續做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是第一次 等到做到第二次的時候 等到做到第二次的時候 就會發現 總共有兩種分子量的DNA 黃的還在 然後呢 白的猜出來 白的猜出來 後來繼續 通通都補上白的 就是蛋14的 幾種DNA 這兩條 存蛋14的 這一條 混著了 這一條也是混著了 你看 所以 半保留是的複製 可以解釋 那個現象 為什麼到第二代的時候 總共有兩種分子量的DNA 因為 真的是 有兩條 就是 有一半的可能性 會出現 純蛋14主層的DNA 而有一半的機會呢 會是出現 蛋14 蛋15 混著的DNA 然後 重要是分子量 會有兩種 OK 所以 美瑟三斯泰爾認為 DNA的複製方式裡面 半保留的方式 應該是最可能 這樣 OK 所以最早提出 這個合理解釋的 是他們兩個 那後來的人 就會把這個 再補的更齊 OK 先這樣子